是凶,其实它都是吉 所以你看到动物的,你即使不知道Ryo说什么 好像你看到动物,像猪雀 猪雀这个就是麻雀什么猪雀那个 鸟嘛,是凶的 钩层,它其实就是一种动物 它藤蛇,你看蛇就是动物嘛 所以这三个是凶的 其实它是吉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课本75页写说 知虎,是大吉之神 属于阳火 它这里的五行,它就不是从那个 不是从这个位置来的 不然这个是砍水 知虎是砍水,怎么是变成阳火 这不是从这边来的 以求贵,求子,诉讼 求财,求民,诸事皆宜 诸事皆宜 好,那我跟你补充一下 这个知虎,有的写说 它是,为什么叫知虎 因为它是 诸神之元首 然后 诸神就八神嘛 这诸神是指八神 八神之元首嘛 所以是最大的 最最头头那一个 所以它叫做指虎 这指虎就是有那种最大的意思 固约指虎 那它的五行属火嘛 那百恶,百恶消灭 百恶消诸凶灭 就看什么 什么恶,什么凶 它都可以把它消除掉 然后也是属于兵家三胜之一 这以后我们会讲 什么叫三胜 这以后我们会讲 兵家三胜之一 为降者居之 引军 及其对冲方 则百战百胜 所以这是这样子 再来 我们看九天 最后一个九天 我们照这样顺序 九天的话属于终极之心 属阳金 主浩洞 然后立民 遗求财 求民 公吉 宣扬 花表 九天属金比较好记 因为天是什么 钱为天 那钱就是金 所以九天属金 这比较好记 那九天它是什么 它是 刚刚讲说 子虎是诸神之元首 那九天它是什么 它是 汉威之神 它是汉威之神 所居公 所居住的公位 汉威之神 所以它的 它的五行属金 性刚好动 因为天嘛 天的动嘛 地是静 然后这个也是属于 刚刚那个好像兵加三胜之一 跟五不吉之一 这五不吉以后会讲了 好 再来九地 九天再过来 是九地 九地的话 你看课本 它是小吉之神 属阴土 为什么地属阴土 这当然地 当然是属土啊 天 天属金 属阳金 地就属阴土 这很好记 祖敬 立于隐藏 暗中求利 以守不一宫 但是它还是属于己的 所以 九地的话它是属于什么 监牢之神 刚刚那个九天是汉威之神 那九地是什么 监牢之神 监牢之神 所居公 所以它最适合什么 防守嘛 齐信浩敬 然后 是属于兵家 兵家 用兵五不吉之一 因为它很坚固嘛 所以你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攻击它 所以它是五不吉之一 这个三生就五不吉 以后我们会讲的 所以它是最适合什么 潜藏 埋虎 然后盾姬 隐行 之类的 这最适合 好 再来是 再来是朱雀 朱雀的话是大凶之神 属阴火 这你如果学过那个 学过那个六咬就知道 朱雀当然是阴火 朱雀是属火嘛 丙丁朱雀南方火 那你看这朱也知道啊 朱是红色嘛 对不对 红色当然是属火啊 啊 属阴火 朱口舌是灰 那为什么口舌 因为朱雀嘛 这个雀就是 整天呱呱叫 继续叫这样子鸟嘛 所以口舌 破败 朱氏不利 好 所以有人把它写成玄武 这个就比较不好啦 好 因为玄是黑色的 玄是黑色是水嘛 那水黑色怎么会跟这个红色火有关系 所以写朱雀比较好啦 好 那为什么有人会跟他写玄武 因为 就是朱雀 他就是 跟盗贼这个有点关系啦 他是玄武 小稻神 玄武小稻神 因为玄武就是稻贼啦 玄武小稻神 所居之宫啦 所以才有人又把他称为玄武 所以如果说两军 两军在对事的时候 我军居此宫 他说如果刚好你居在这个 朱雀宫 那你要怎么办 就要做好这个黄蝶手蜜 以防敌军来确取你的情报 那组这个口舌示灰啦 再来这个沟臣的话 沟臣是大凶之神 属羊土 沟臣这个 你如果学过那个 红农瓜就叫沟臣属土嘛 因为是中央沟臣跟藤蛇 在红农瓜都属土 但是这里的藤蛇 他不是属土 这个等一下我会讲 他属火 那藤蛇属土 所以他属阴土 所以属羊土啦 因为他是羊的 如果你学过温农瓜就知道嘛 这个 物的话是沟臣嘛 挤的话是藤蛇 挤的话才是藤蛇 那那物是什么 物是羊土啊 所以沟臣属羊土 主凶恶 损伤 诸事不宜 一生是非 那沟臣的话 我们补充一下 沟臣他是什么 他是凶恶之神 所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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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凶恶之神 凶恶之神 所居宫 祖兵戈征战 他问题就是他祖 这个兵戈征战 那这个应该本来是属金 属于白虎的 所以才有人又跟他 跟他讲说他是白虎 好 再来 再来是六合 六合小吉之神嘛 属阴木 属阴木 主护卫和平 宜嫁取 宴客 调解 眉合之事 这合嘛 六合当然是眉合 所以他说 嫁取 宴客 调解 眉合之事 那六合他是什么 施神 他是 互卫 他是互卫之神 所居宫 属于东方櫻木 那其 其 其性 主 和平 所以他专门负责这种 嫁取 和监 和监 之事 又是 再来这个 太监 太监 也是小吉之神 那太阴属阴、阴金、阻阴师、遗求贵、嫁取、任职、姬谋、用策等 那太阴的话,太阴他是什么?他是阴佑之神 什么叫阴佑之神?就是暗中保佑 阴佑之神所居公 所以他属阴嘛 那他最适合用什么? 施恩隐盾 施恩就是你 去施舍给人家恩惠啦,或者是隐盾 这个最适合 那也 也适合这个嫁取之类的,百事都可以啦,就因为他是挤的嘛 再来最后一个,这个藤舍 这个应该是 写这样子啦,课本那个不对,应该是重部,这边叫重部才对,藤舍 藤舍在温暖怪里面,他属阴土啦,不过这边他写成属阴火 大凶之神属阴火,主虚诈 阴沉惊惊惊,诸事不宜 藤舍他是跟阴的比较有关系,跟那种什么阴师之事比较有关系,所以他就是 就是惊惊 竟然就刷着那一种 那藤舍他是什么之神?他是虚诈 虚诈之神所居功,主什么?主惊恐怪异,这跟文章挂的定义是一样 主惊恐怪异 所以像文章挂这个葡道这个藤舍的,尤其藤舍官,就是主这种 阴师有阴师之事,是跟阴的有关系的 他说如果我军居此宫 违降者 恐患举棋不定 亦昭拜祭 他说这个违降者,就是将军 元帅会举棋不定 会不知道,不知道要前进或者后退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 做决定 好 那这个八神,我们就讲到这边 还有 还有几分钟,我们跟你讲一下什么叫三圣好了 其实三圣的话,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指虎 我们刚讲的有没有,三圣的话是指虎,还有九天 还有 申门 申门合三圣 只要申门合三圣 就是你合到乙丙丁 三个,申门合到乙丙丁三个 这样子这个就叫做什么,三圣 那什么叫五不吉 五不吉就是什么 天乙 九天 还有申门 九地 这以后我们都还在解释啦,还有 指虎 指虎要连指使 什么叫指使 这是八门的东西啦 好,这以后没讲 就这几个啦,你现在不懂没有关系啦,我先给你补充一下而已啦 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哈 就上到这边 下一节课的话,我们要教这个 排盘 排盘可能要利用两节课的时间,甚至 可能要两,应该两节课可以上得完啦,如果上不完,可能要上到两节多 我尽量在两节课的时间帮你上完 好,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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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